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在昨天胡人队和老鹰队的一场比赛中 是发生了令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又非常揪心的一幕 那就是索罗门西尔在一次倒地的抢球过程中 压到了詹姆斯的脚踝 导致詹姆斯是不得不退场接受治疗、接受检查 根据目前的相关报道来看 詹姆斯恐怕是要缺席一段时间 至少近期的几场比赛肯定是没有办法出战了 然后再一个 安东尼·戴维斯本身就已经商停了不少的比赛 目前也没有一个说特别明确的付出计划表 至少也得再等个时间半个月才会有确切的消息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胡人队更如何来排兵布阵呢 首先一个我认为施罗德球权肯定会增加 当詹姆斯和农梅都因伤不能打的情况下 施罗德就会成为这支球队的当家球星 施罗德的支配权、控球权 以及开火权肯定都会得到无限的提升 那么我认为 目前胡人队就应该多去打施罗德和哈莱尔的挡差 然后库兹马就作为一个第三的接应点 当施罗德和哈莱尔这个挡差打不出来的时候 库兹马可以去持球攻一攻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两年前 路威跟哈莱尔 他们两个的挡差组合 是帮助那支平民快权队 最终是打建了季后赛 在常规赛的胜率差不多也有60%左右 对于一支平民球队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胜率了 目前这支平民胡人 我认为就应该去复制这个打法 然后再一个 我认为应该给予霍顿塔克更多的球权 其实我们在之前这场比赛中就已经看到 当卡鲁索缺证的时候 在斜间段 这个主教练沃格尔是给了霍顿塔克充分的信任 给了他很多的球权 塔克也是用他这个精彩的表现来 用来回报了对手 证明自己对得起这个球权 那么目前詹姆斯的缺证 我们说施罗德他并不具备 48分钟全程控球支配的这个能力 那么就需要有人来站出来 去给他分担他的球权 这个人我认为就是霍顿塔克 塔克是这支胡人队的风险球员之中 唯一一位具备自己持球去突破 去攻荒能力的这名一名球员 再一个塔克他还具备一定的良好的大局观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塔克突破到篮下之后 尽管有时候确实是比较毛手毛脚 也会出现一些失误 但是也有很多时候 他当看到对手的夹击协防上来之后 他能够很快的出球找到处于空位的队友 给队友输送炮弹 由此可见塔克的这个天赋里面 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全球天赋的 这个也是胡人队其他的风险球员 所不具备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段时间 胡人队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稳住战绩 不要就是说不要让战绩掉的太快 你要说保持当前这个胜率肯定是不可能 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多拿下一些该拿下的比赛 当你面对一些乐透级别球队的时候 你该拿下还是得拿下 然后再一个 当你面对强队的时候 我认为就应该多去给塔克练一练 把塔克这个持球能力练得更上一层楼 那么将来假如说到了季后赛 当詹姆斯或者农梅被对方严防死守的时候 塔克他就可以去站出来 去惩罚对手 因为塔克他具备很好的持球能力 他具有这个天赋 所以我认为现阶段胡人 就应该去多给塔克球权 让塔克去练极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目前胡人队 詹姆斯和农梅商庭不能打的情况下 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